出境检验检疫部门在对一批进口仿真视频检验的时候 发现这批视频当中有三种元素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标 检验检疫部门表示这种重金属元素会对人体产生不小的危害 继续新闻发布听 今年5月份一批从韩国进口到国内的仿真视频 引起了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注意 经过检验这批进口视频中的千元素含量达到每千克15.9万毫克 隔元素含量达到每千克5.59万毫克 分别超过国家标准159.3倍和55.9倍属于严重超标 深元素含量也超出限量每千克53毫克的标准 其中某一款产品这个千含量达到15万个ppm 一般像我们这个适合人体使用的这种含量 一般我们建议在50个ppm以下 那么仿真视频呢 就是我手中现在所拿的这些专门给女性佩戴的一些小物件 包括手镯项链啊这些一些装饰品 那么这些仿真饰品呢 通常都是由一些廉价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制成 表面呢再通过铁签面呢进行电镀美观 那么这些制品呢 它的重金属超标的现象非常严重 检验人员告诉我们呢 特别是到了夏季 气温高人体出汗又多呢 会加速这些重金属的分解氧化 那么从而呢对人体的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例如极低浓度的铅便可对人体神经肾组织 肝脏血液等多个系统产生毒害 各则会对呼吸道产生刺激 并对肝脏肾组织有较大危害 还可导致骨质疏松和软化 深超标会导致人体色素脱失 皮肤刺激及损伤 危害中枢神经系统甚至致癌 目前检验检疫部门已判定该批货物不合格 进口企业也已经对该批货物进行退运 记得发现在南京市场上同样有大量仿真饰品廉价销售 10元就能买到一个外观很漂亮的项链 不过就连店家也说不清这些产品究竟是由什么金属制作的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消费者尽量少选择度镊各等元素的合金仿真饰品 游泳洗澡或大量出汗时更要尽量少佩戴仿真饰品 消费者还要注意定期清洁首饰 避免长时间佩戴同一件首饰 养成定期清洁首饰 晚上摘下首饰的习惯 此外孕妇哺乳妻妻妇女小孩过敏体质者不适合佩戴仿真饰品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祝你